最近,由杨阳和赵露丝主演的《且是天下快要大结局了》 之前就有消息说孟华露将会接荡《且是天下播出》 如果真是这样,孟华露应该不愿了吧 但官方却始终没有消息,网友等的都住急了 到底播不播啊,但是看这个情形,真的很难让人放心啊 因为一般订荡至少要提前一两个星期官宣吧 话说,额应该也想快点播放孟华露吧 毕竟今年裤子势头很强劲,从与君出相识恰似故人归 到现在的《重生之门》都是讨论度很高的剧 虽然孟华露还没有播出,但她总是时不时上一下热搜 掉足了观众的胃口,如今这部剧的预约已经突破90万了 观众可是期待值满满,如果到时候不如预期,那肯定很多人吐槽 据小道消息,孟华露已经完成招商引资 真的很可能会接荡且是天下 因为最近也没消息说且是天下完结之后 额会重点推出什么? 其实说起来孟华露也不过去年下半年才杀青 到现在也没过去多久 之所以觉得上线太慢的 还是因为大家都太期待了 毕竟这是刘亦菲16年后再次出演的古装 这部剧的简介都快被盘出包疆 能到被如流了 改编自观汉青的赵帕尔风月旧臣 讲述赵帕尔尚尽为自己寻求正义 结实送引张林允氏和孙三娘柳言氏 三人一同搞事业的故事 刘亦菲近几年的作品真的很少 之前的花木兰引发了很多吐槽 她大多被记住的还是年轻时的作品 孟华露对她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如果播放的好的话 也证明了她在现在这个娱乐圈的能力 毕竟现在并不缺演员 也不缺好演员 总之还是希望孟华露快点播出吧 也希望由她和李宪主演的 《去有风的地方》的拍摄顺利